来关心天气 受到低压代影响 台湾附近的水汽增加 预估今晚到明天 一整天全台都是有雨的天气 气象专家林德恩发文提醒 这几天的天气启动多雨模式 前气象局长郑明点也分析了 台湾附近有两个旋转中心 可能会有强对流出现 雨下个不停 台九线苏花公路崇德路段 周六下午发生了土石流 目前才单线通行 双边管制 哇哇 我的车 驾驶惊呼 眼看山路旁不断涌出泥黄色瀑布 道路全被土石流淹没 挖土机在路中央展开抢修 受到外围环流影响 雨下个不停 苏花公路台九线崇德路段 周六下午三点五十分左右 发生土石流 目前踩单线通行 双边管制 这波雨事还没结束 范围将扩及全台 气象专家林德恩直呼启动多雨模式 周六至下周二受低压代影响 全台降雨机会增大 局部地区亦有短延时强降雨 其中又以周末两日最为显著 周五傍晚台湾东方热带系统 升成为第十九号热带性低气压 前气象局长证明点 PO出卫星云图 指出其实有两个旋转中心 可能是模式把两个旋转中心 当成一个 可能会有意外的强对流出现 民间气象团队观气象看天气 则分析 二十到二十一号低压扰动接近 西南风增强 中南部留意局部大雨 到了二十二二十三号 北风下来参一角 南北风交汇天气更不稳定 西半部由南到北 有机会出现较大雨势 台湾海峡的中部附近是有一个风向的符合的状况 天气也比较不稳定 所以是容易发生一些剧烈的降雨 并且移入到陆地的情况 气象局预估 雨是有机会从周六晚间持续至周日一整天 下周三降雨才会趋毁 民众务必留意天气变化 介绍小云林一星陈敬业台北花莲采访报道 都会发生了点赞 某天気 申务必留意天气